中国北京的长峰医院住院部的东楼 在今天下午接近一点左右发生严重的火警 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医院冒出浓浓的黑烟 不少人为了逃生 攀爬到窗户外的冷气外机上等待救援 甚至还有人直接从窗户沿着布条 滑到类似遮阳板的落脚处 再跳到另一栋大楼来保命 这整个过程相当的惊险 让拍下这幕的民众都忍不住 今后好危险 警察互报之后出动多个单位前往灌救 火势在一点半左右被扑灭 至少造成20亿人身亡 当局表示起火的原因还有待调查 在饭心者数出动多个单位前往灌救 绿均泥土